Apply系列和这个高阶的字符传处理技巧 这个技巧就需要你掌握使用R包了 刚才我们这个不是StruingSplit吗 然后Split是对这个东西来Split 我说过要用到这个包 它可以通过管道来往后面继续传 看到没有 这两个是等价的 它们只是写法上有点不一样 可以看一下我首先library 说明我是存在的没有报错 但你们可能会报错 前面这个是变成128个元素的一个列表 下面也是182个元素的列表 这两个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顺序改了一下 它用这个管道来往后面传 这是比较流行的一种新的写法 但是我们这里不讲它 我们要讲的是Ply系列的函数 Ply系列函数需要用R包了 如果R包的话 你们需要安装一些包 这个包一般来说都是有的 我肯定是有的 我看一下L位也要 你们知道哪里有的 我们知道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三个月份的函数 这四个月份的函数 我肯定是有的 如果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函数 在四个月份的函数 就有的函数 我肯定是有的 你肯定是有的 我肯定是有的 你们看到这个代码 如果要你们安装 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些代码 更改镜像 安装一个包是吧 更改这个镜像 然后安装这个包的时候 也需要更改镜像是吧 那么如果安装一个包 该怎么安装呢 很明显我们可以在这里 加上我们要安装的这个包是吧 假如你们没有这个包 就这么安装看到没有 安装的时候 他会问你是否升级 什么东西 如果你不想要的话 就ask de uf suppress update de u2 你们现在耽误自己 是一定要保证这个包安装的 if requer 有了这个包 所以我们可以加载它是吧 没有你们慢慢装就好了 不急了 加载它之后 看一下我们现在安装 安装好这个包了是吧 我们就加载这个包 加载这个包之后 就可以加载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就叫它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我现在先不讲了 你们只需要知道 它里面存储了很多东西 刚才我们前面那个 例子的存储180个元素 已经很复杂了 是吧 你看它存储了多少 它存储了 assay data 还存储了 phenol type data 每个data下面又是一个data from一个例子的 什么各种都有 杂七杂八的都有 它就是一个对象就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可以通过第一个函数来取它的 这个 取它的这个元素 这个函数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是因为我们学习过这个对象 学习这个对象 它就会告诉你这个对象 你们有一些什么操作 这是通过学习得来的 明白没有 我现在你们就跨过这个学习阶段 我直接告诉你 获取它的表达矩阵 表达矩阵就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获取好了 可以看到是吧 接下来我们就对它进行操作 有了这个表达矩阵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系列的操作 首先 这个表达矩阵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是一个dataform 它是不是有expressing set 太长了 我们把改名叫做1 现在代码简洁一点 就叫1了 现在1是不是应该会有一个 多少行多少链 其实这边也写了 这边没有写 这里写 有22个样本 1万多个探针 是吧 因为这是一个新链的变化矩阵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做 什么事情 对每一个样本 我们是不是也求它所有探针的平均值 前面我们是不是有求过一个min 它的第一列是吧 但是这个是12345 我们不能写这么复杂 是吧 我们应该怎么写 这时候apply就发生效果了 apply就是对 对一个dataform或者矩阵这样的东西来做事情 做什么事情呢 如果我们做函 这1就代表函 2就代表列 我们可以求函或者求列的min 求列的min就好了 看到没有 它就对每一列就是每一个样本 这平均值都求出来 你可以看到平均值都在4左右 是吧 这是对 2是什么 2是什么 列是吧 我们怎么知道2是列的呢 首先你是学到了 然后如果你不知道 你也可以去看helf文档 这上面写得很清楚 ma-是吧 1是含 20列是吧 那么对含该怎么做呢 我们对含 那这个返回的值就多了 因为我们有1万多个含是吧 所以就会弹满了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选取它的head 选前十 前六含 前六含 前六个探针的平均值是吧 这些探针有高表达 有低表达 但是基因的平均值就很少了 基因的平均值 我们可以box plot一下 可以看到都在四附近是吧 能看到吧 所以刚才我们求的平均值是对的 apply是这样用的 明白没有 apply apply就是这么用的 这个apply很复杂 出来有apply 还有lapply 你们已经讲过了是吧 还有sapply 还有tapply mapply rapply vapply eapply 这讲下去就太复杂了 我们先补讲它 这个新手错误 你们等一下实战的时候就会遇到 实战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给大家的Linux20题 晚上的时候就尽量做 能做多少算多少 这样就把你今天学的基础语法都映入上去 把这20题做完就相当于2元已经过关了 字符创操作 刚才我们讲的那一个简单的 strand split 分架什么的是吧 这个是不够的 其实有个高级包 我已经重启了一次 我们a再来一次 dele-read.table dele-table.csv 是不一样的 点csv会方便一点 因为我刚才我们已经有了一个csv 是吧 a-read.csv 然后下面这个函数就用一下就比较 就能够把它的这个 出现你们一样的错误了 看到没有 点csv的时候 需要加一个函数叫strand dele-f 这样就能把它给切掉是吧 这个切换有一个很简单的切换 叫library一个strand 看没有 这个strand 它可以做什么呢 它有一个函数 你看跟刚才函数有什么区别 strand is 是吧 它中间加了个gan 但是它还是一样的 它针对于我们这一个 这个变量 对它进行一个切换 并逗号的切换是吧 使菌split 为什么一定是使菌i split 我加字载错了 我不应该加使菌i 我应该加使菌r 这个 这两个包名字太像了 这是使菌r 看到没有 然后这个函数是v-net 我们刚才学的那个 都是看一个 看一个函数的help文档 它可以看一个包的help文档 需要加一个引号 可以看到这整个包 这个包的说明书就这么长 看到没有 你们可以慢慢看 新的包都是需要学的 我也是去学的 不是我天然就会 但是我会那一些很基础的语法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有使菌split 跟刚才的那个使菌i有点区别 是吧 它也是对这个 对这个字符创限量 根据这个逗号分割 但是它分割之后 它也是形成这一个list 是吧 但是它加了个什么功能呢 它加了个simplelist simple等于t 这样它就不会变成list的 变成一个datafrom 是吧 这个datafrom 就可以直接取缔二列了 看到没有 这是不是简单很多 能明白吧 比上面代码是不是简单一点 lflit也消失了 是吧 没有lflit了吧 为什么没有呢 是因为有人写好了代码 明白没有 不是因为你没有迅环 那这个代码还有很多功能 这些你们可以慢慢学 我记得还有一些人 专门写这个教程 这种教程没有意义 你就是把它英文翻译成作文 而且它的英文非常好理解 你就是把这个代码复制一下去看 看一下它是什么而已 这个说明书 还是蛮详细的 我把这个代码也放到这里 然后 这不是 这不是一种方案 它其实做了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strangspunit 是吧 刚才不是返回来一个list 是吧 这个list可以用一个东西叫 度点括 括什么呢 我们它每一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叫做ro band 这个函数 它是不是也band 成这个数据了 是吧 我们同样可以对它取疊而念 看到没有 那我们这个时候 为什么也不需要那个包了呢 也不需要循环了呢 你们明白我想说了什么没有 输入同归 是吧 你们二月学的好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非常之多 完全不愁 不愁做不成事 唯一需要 做的就是你们现在要开始练习了 练了多 后面才能做得多 而练的过程中要经常看 还要膨胆 经常去知道 你当前 前面那个为什么报错 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 我们该怎么检查 这个strang的问题呢 其实你应该strang一下那个a 还要strang一下 它的a的那个library 你就能看到它是character 假如你没有加那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魅加会怎样 魅加后面那个为什么会报错 你这时候你就strang一下 就能看到它是fact 这时候你就理解了 哦 原来是我 本来应该用fact的地方 没有一个fact 我本来应该用character的地方 没有一个character 变成一个fact了 是吧 这个就是要有 我自己要有一种troubleshooting的那个能力 这个能力就来自于练习和自己解决问题的总结到规律 你的规律只能你自己用 我交给你的只能永远都只能是一部分 一部分 还有很多我可能一种潜意识的东西 我现在就算想讲我也讲不出来 最后我们再讲一讲话图 讲完话图 阿尔元其实就到这里为止了 后面我们就应该直接讲那个 今天晚上就是练习Dnews 练好了之后 明天我们的TCGA数据库十大 你们才能够跟得上 但我们下午四个银行 去做一个银行 我现在又要做一个银行 最后是要做一个银行 我现在就要做一个银行 我现在也要做一个银行